今天要來修理 就是 這個應該是漫步者的喇叭 都有一個通病 就是用兩三年 你看喔 兩三年後他聲音都會忽大忽小 還會有著音 我現在開大聲一點 他會忽然變小聲還變大聲 就是喇叭喔 你看現在很小聲喔 還有雜訊 又變大聲了 又變小聲了 就是會很不穩定 大多齁 我觀察你看 又會變大聲了 拆開我發現是這個 電位器壞掉了 這個電位器齁 因為拆過 除非你煮的回去 不然就壞了 我上網找齁 賣的沒有幾間 一顆也很貴喔 像我買這一顆一顆七十幾塊 兩顆 加運費快兩百 但你不買齁 這組喇叭 一千多就 爆飛了 我們等一下來實作 要怎麼把它換掉 你要怎麼 知道那個電位器在哪裡 你就去尋找 這組喇叭的開 音量大小聲 他有的做在 喇叭的主體上 有的做一條線出來 讓你可以 轉大小聲 這個塑膠的 我是用一字的把它撬開 因為剛才沒有錄到 再重錄一次 撬開以後 像這組 漫步者 他大多都是這種電位器壞掉 電位器你看 然後他的電位器的水量是A103 代表這是A類的 A類你就要買A類 如果買去V類的 V類也有六隻腳的 但 我沒有測試過 他裝上 到底可不可以用 我就不知道 我們主要把這六隻腳 解開下來 換成新的 這個過程 不會很難的 比較難是找這個 因為 在網路上 拍賣 賣的 賣的 賣家不多 主要這個壞掉 我兩組這種喇叭 都是這種定位器壞掉 像這一組也是 我剛修理好 會放上 他的照片 那也是定位器壞掉 阿這一台也是 但這一台跟那一台你看到樣色有些不同 但都是這個牌子的 這個牌子齁 目前已經遇過 三組了 都是那個定位器壞了 但第一組因為我不會修 就丟掉了 我是最近 第二 第二組 我會修 才修好 才知道是這個壞掉 以前我都以為是 這個 用來接觸不了 但不是 都是這個 定位器 他用久了會磨損 導致聲音會忽大忽小 他 會有雜音 就是 聲音有時候會變小變大 要來雜音 導致 你在看電影或聽歌 很困擾 好 我們就開始作業 把這個 定位器 解焊 換新的 好 已經解焊下來了 已經解焊下來了 總共有八隻腳 比較難解焊 因為 他前面六隻 後面兩隻 你解焊前面 後面就冷掉了 解焊後面前面就冷掉了 所以 這個解焊 我用很久沒有錄到 這就是原版舊的 他這新的 又長成這樣 後面兩隻腳 前面六隻腳 只不過 我這個頭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等一下還要加工 因為 你看他只有一半而已 這個全圓的 大致都是相同 要把它 焊接上去 如果搞了很久 順便試看看這個 焊接台 因為這個焊接台新買的 不然這個小元件 太小了都滑來滑去 要拿焊槍還要 還要拿焊錫 很難搞 好了 終於修理好了 就 把它焊接上去 才把這八隻腳全部焊上去 這兩隻叫六隻 因為 有焊接人就知道了 尤其有像我這種 露酒的 焊上去我們測試看 它的音效如何 本來轉大小聲 轉大小聲會 有雜音 就是忽大忽小 我們看現在會不會 開電源 有雜音 我們來看 有雜音 如果 有雜音 更多 在這裡 有雜音 可以 有雜音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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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走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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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部影片就拍到這邊 喜歡就訂閱分享按小鈴鐺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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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